hello 各位学生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电机段时间 现在的局势正如大家所见 墙上只剩下两台电机 而红夫人只在对我们的医生小同志穷追不舍 那么作为对保护神的我们 也没什么事可以做 直接过去陪跑 好吧 就当着你面硬吸 哎 吸 把你吸干 扛到也没关系 直接硬吸 嘿嘿 盏头杀我 问题不大的 医生可以自愈 一会小王鸭心理学家把电机鸭 医生过来救我 问题不大 哎 行不动了 哎 哎 什么鬼啊 关键时刻你别搞事情啊 什么东西啊 我怎么样有棉杖 哎呀 修机修着修着睡着了 做了个梦 说出来你们都不信 我居然梦见我走着走着 原地起飞了 你们说离不离谱啊 前锋吃了个火 没事问题不大 还有大半个球呢 这不是随便 啊 老哥你好歹要个鸟啊 你别这么自信啊 哎 现在三台电机 差不多都一半 节奏有点小猎啊 应该是祭司去救人 哎呀 祭司也吃火了 大鸟来了 哎 过半了 这就很尴尬了 要不再卡一会儿也不是不行 祭司救人了 鸟被打掉了 那应该有机 有机会可以下一把 哎呀 不好搞呀 这边是祭司遗产机 先补掉 前锋直接飞了 我们场上三个人 甚至连他的球都继承不了 哎呀 祭司不过来摸一些状态吗 哦 先躲一下 你看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 呼 教你玩游戏 一定要开显示器 你就是不听 你看 吃亏了吧 好 现在还差两台电机 还是有机会搞个平局的 先压锁再修机 祭司也吃火倒地了 哎哭鬼的火这么准的吗 算了 先过去压着耳鸣 争取卡半救啊 不然这把节奏实在太差了 好 卡个视野直接过去卡半救 呦呦呦 还想拉火 想的没你 直接打一刀让我救人 来 祭司快去打个洞啊 哎 我反转 大哥 我说我是误出了你心嘛 大哥对不起 哎呦 还好还好 我再反转 啊 大哥对不起 我不是亏的啊 大哥 没事 幻瓜不亏 电机呢就剩A台了 要相信队友 心理学家给祭司移情 这波还能再救一次 电机还是不太够啊 这波最好是卡半救 嘿 兄弟 可以打不动来了 卡半吧 我觉得我可以 呃 不要这么极限吧 可以 人呐 吸回去了可还行 那我就别救了吧 呵呵 过半秒救 我感觉这把他走远了 电机才29% 完了完了完了 哎 电车哥哥救我 哦 兄弟我先走了 我相信你是可以的 哦 安全了安全了 这时候肯定会有人刷 打眼里卖队友 大家想想看啊 祭司还能上一次一次 但是我是上挂飞的 那我为了团队着想 先走一步是没毛病的吧 给他们报一下低调的位置 爆点几压好了 我先贴门 啊 这个减速也太慢了吧 好的 摸到门了 平局的曙光就在眼前 哎呀 怎么还传送了勒 不过我刚已经吸了半只鸟 感觉这部有机会走地窖啊 前面这三块板子没有踩掉 板子一放安逸吸鸟 哼 小罗比 难道你没有听说过 开门站不要追先知吗 鸟类 这就是谈到最后 哎呦 无所拥 老老师搞个平均好吗 啊 我先溜啦 呜呜